大家早上好 我很高兴今天可以参加你们的献堂典礼 我最后一次跟你们同在的时候 是你们那五周年的纪念 今天很高兴可以为大家讲神的话语 我认识你们的赵牧师是大概十二年前 她是我的训练员 当我在三一参加这个学习的时候 她的信心还有她对人的那颗心 真的是震撼了我 今天是我的喜悦 可以看到她和她的还有礼牧师 来扩展这个教会 她也说她在五年前认识我们 我们在这个中文施工 每次跟她喝咖啡的时候 她的信心 对那世上的灵魂的信心 也是震撼了我 上个星期我们在马六甲 我们一起吃了早餐 她也来告诉我我们怎么样在这里 有了这个新的聚会 谢谢你今天帮我翻译 今天我要分享的话语是选择你的未来 神知道我们的未来 说一个阿们 她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 还有对教会是最好的 她也邀请我们与她同工 让她在我们生命所做的一切 所以学习选择 是否去右或去右 是一种东西的东西 所以选择你要走左还是要走右呢 是我们在这个基督的道路上要学习的 是神为我们敞开那门 这个门代表机会 机会带来的时候是有这个挑战的 所以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是否要踏跨过去 我们大家都要成长 我们要看神使用我们 我们要看到教会也展翅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家人也在主里面成长 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关系上 所以学习选择是神要教导的我们一件事 有一个心理学家 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这么的说 他这么说 学习做选择很难 学习做正确的选择更难 在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里学习做正确的选择 更加难 也许太难了 所以有一些人不要做选择 有一些人就让别人去做选择 神要教导我们如何选择我们的未来 当我们学习怎样选择的时候 是有很多个可能性 你就说我是否是可以保留一些选择呢 你去小贩中心或是餐饮的时候 你说我要有几个选择 当你有朋友喝咖啡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咖啡修代 咖啡修代 有很多选择 你说我要有很多选择 有时候我们犹豫要做到选择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最好的 如果我失去了呢 就是看我们的性格 有一些人我们是很怕输的 有些人我们是很淡定的 你说我不要失去 不要错过 所以我们等啊等啊 我们不会踏出那信心的脚步 所以我们说神啊 你为什么不要给我更具体的引导呢 左还是右 直接跟我说就好了嘛 今天我用亚伯拉罕的故事呢 来告诉我们 神要我们参与 在祂带领我们的这些选择当中 今天也是一个在立圣坛 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除了圣诞节 我们也是要开始为新年做准备 我祷告神的话语 在你的心里面兴起来 好了 你做的决定呢 会直接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 然后敞开那天窗 降下祂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神我们谢谢祢的话 也是真实的 是活泼的 给我们启示和认识 抓住我们的心 当我们把我们的决定 交托给祢的时候 神祢会使到我们 可以有所成就 圣灵我们谢谢祢在这里 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 做那重大的决定 谢谢祢对起我们 在这个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领受祢的话语 Amen 选择祢的未来 有两个原则 微小的决定 成就大目标 微小的决定 也可以带来大破坏 在这个创世纪12章1到3节 我要讲的就是 神如何为亚伯拉罕开门 创世纪12章1到3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 只是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在这里亚伯拉看了一个 很大的未来 在他的前面 神向他 他显示了神的心意 还有神的计划 他要预备好 是的 我要跟从 还是我要 往回 很多时候呢 神向我们显示 他的计划 给他的教会 就好像亚伯兰 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 这个很重要 就是今天你说 好了 我预备好了 神要带我的这个经历 神知道我们的未来 我们可以信靠他 我们可以信靠他 Amen 他会向我们 清开 打开 那个祝福于我们 我要给大家一个大方向 好让你可以知道 亚伯拉的生命 看着他的信心 他离开了他的本家 他去到哈兰的地方 他继续跟着神的指示 就来到这个事件 还有希伯伦 你要知道说 当神带你的时候 你就要一步一步的 一直凭着信心踏出去 你踏出去的第一步 不是那个终点 但是他把我们 带到更靠近神 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 我发现每一脚步 都需要信心 因为肯定会有挑战 还有拦阻 这是最好的吗 我要怎么样 跨胜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要鼓励你 弟兄姐妹们 还有朋友们 当神呼召你 有时候你的心里面 在搅动着 有时候是在你祷告的时候 神给你一个想法 我希望你会像亚伯兰这样的说 我会 我要跟随你 我会跟随着神为我预备的一切 我们看到了亚伯兰跟他的家人 一起的来行走 每一个决定 会带我们下一步 但是会带领我们更靠近神的目的 Genesis chapter 13 verses 1-4 在13章1到4节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洛德 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亚伯兰的经营深处极多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 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祝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亚伯兰这里就讲到 亚伯兰来到了这个神 应许他的地方 是很长的路途 但是他做到了 他这里说告诉我们 他来到的时候 他又求告耶和华的名 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来到了这个应许之地 神在动工 神为他开路 你会发现到 他来到神祝福的地方的时候 他还说 我要呼叫神的名 为神建立这个祭坛 是很重要的 他承认的是神是谁 我们承认说 我们需要神的同在 这个祭坛代表着一个献祭 我很惊讶 立圣堂如何走过这六年 每年我们的神召会 都有牧者退休营 趙牧师和我是一组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 彼此的祷告 也为其他的教会祷告 有时候我们也为着 你的教会祷告 神如何把你从第一步 到第二步 到第三步 每一个微小的决定 带你到达神的目的 每一个点都是一个赞美的点 是一个完全降服的点 也是一个领受神的祝福的点 亚伯兰也发现到 来建立这个祭坛是很重要的 今天在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也在这里设立了祭坛 我们说神谢谢祢的祝福 我们继续地跟随祂 here it says that Abraham in chapter 13 verses 5 to 9 we see a conflict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真值 Lot who was moving about with Abraham also had flocks and herds and tents but the land could not support them while they stayed together for their possessions were so great they were not able to stay together and then quarreling arose between Abraham's hurdles and Lot's the Canaanites and Parasites were also living in the land at that time so Abraham said to Lot let's not have any quarreling between you and me or between your herders and mine for we are close relatives it's not the whole land before you let's part company if you go to the left I'll go to the right and if you go to the right I'll go to the left 在这个十三章五到九节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 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 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 使他们不能同居 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 也在那里居住 亚伯兰的牧人和洛德 的牧人就相争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 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 也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是骨肉 遍地不都是在你眼前吗 verse 10 Lot looked around and saw that the whole plain of the Jordan towards Zorah was well watered like the garden of the land of the Lord like the land of Egypt this was before the Lord destroyed Sodom and Gomorrah so Lot chose for himself the whole plain of the Jordan and set out toward the east the two men parted company Abraham lived in the land of Canaan while Lot lived among the cities of the plain and pitched his tents near Sodom now the people of Sodom were wicked and were sinning greatly against the Lord 第九节是说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 我向左 我就向右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我们继续第十到十三节 罗德举目 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直到索尔 都是滋润的 那地在耶和华 未灭索多玛 俄罗马已先 如同耶和华的原子 也像埃及地 于是罗德选择 约旦河的全平原 往东移 迁移 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陈邑 渐渐地挪移帐篷 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的人 在耶和华面前 最大二极 这个地方呢 亚伯兰和他的侄儿 他的家人在的 就是那应许之地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得着这么多 他们不能够 继续住在一起了 然后亚伯兰就跟他的侄儿说 我们不要相争 我们就分开吧 你选左呢 我就选右 当我们在选择 我们的未来的时候 亚伯兰他不急着 要操控说 我自己要拿 那最大的祝福 他安息在神的祝福里 所有的一切来自于神 有时候我们要去抢 去争执 或去争吵 来拿到我们生命的一切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这不是我们 知取这个祝福的方式 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 神要带领我们到 应许之地的时候 他会使那祝福 倾倒在我们身上 即使是我们周遭的环境 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即使关系是很紧张的 但是我们当神护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在那对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像亚伯兰这样 有信心 他跟他的侄儿说 你选择 哇 很慷慨啊 当然他的侄儿会选择 那最好的 他在他的自然的理解里面 他就看了那地 我要选这块地 因为这块地很丰富 I'm sure I will prosper in this place 我相信我在这里 能够繁荣 这也就是罗德如何做他决定 那就带他到一个 不一样的未来 亚伯拉恩选择 就是那剩下的 他也相信 透过这个剩下的 神依然可以倾倒他的祝福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not to be anxious when it comes to your career planning or in your plans or your family thinking that you may lose out because you are not in control or you don't have certain things in place but to look to the Lord because he's the one to bring us into his purposes 我要鼓励你 在你做所有的决定的时候 不要紧张 不管是在职场上 工作上 那个关系上 家人上 你要相信 神会把你带进 那个应许之地 我们旁边人可能会很竞争 要想尽办法 得着他们所要的 世界可能是完全的翻转 那么我们就开始紧张了 但是身为神的子民 there is a higher way 有更高的方式 那也是知道 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 祂把我们带到 祂要我们带到 祂要带我们的目的地 所以罗德看 看到这个约旦河的 这个全平原 祂要这个地 And God said to Abraham And he preached his tents And he built an altar to the Lord 十四到十八节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 如同地上的沉沙那么多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沉沙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 来到西伯伦 曼利的像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 住了一座坛 What we have just read is God's assurance to Abraham 我们刚读的呢 就是神给亚伯兰的肯定 Lord has chosen the best part of the land 罗德选那最好的地 When God said to Abraham But you look at the north the east the west and the south I'm going to give this to you this is your inheritance 但神跟亚伯兰说 你看这东南西北 你来观看 这是我要给你的产业 You are prosper 你会兴旺的 according to my purpose 根据着我的目的 And Abraham again came and built an altar to the Lord 那在那里呢 亚伯兰见了一座塔 What a powerful assurance brothers and sisters 这是这么强大的肯定 That whenever we you to God's leading 每一次我们降服于神的带领 We commit to him Our future and our decisions 我们把我们的决定 把我们的未来 承诺于他 He will come and say Look around from where you are And I will give to you And your offspring 他会叫你看看 你看你所在这地 我会给你 Our God is a God of blessing Amen 我们的神是 祝福的神 And so It is here that we are not anxious about the future 所以我们也不用 未来紧张 And even though sometimes the decision we make We are not sure it is the best 有时候我们做的决定 我们想 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 But as we commit to him 可是当你说 神我把这个 完全交给你 Every small decision leads us into God's destination 每一个微小的决定 带领我们到 神的目标 So this morning I want to encourage us to commit to God what we don't know So我要鼓励大家 把这些交托给神 我们所不知道的 交托给神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明天 关于明天 我们也不知道 There are also many things we can't control 有很多事情 是我们不能够 控制的 But then there are things we can do 但是也有我们 能够做的 And as we commit this to God So we will hear him say We will hear him say to us Look around you All this I will add to you 我们会听到他说 你看这里的一切 我会赐给你 Why does he add to us 为什么他要 加天给我们呢 That's because he want us to know him as our God 因为他要我们知道 他是我们的神 God's blessings are never just about blessings Do you agree? 神的祝福 不单单只是 祝福而已 Our heart for God's blessings is never just to be after his blessings Anyways 我们的心对神 不只是单单 是要神的祝福而已 But it's to know him 是要认识他 know his heart 认识他的心 and to walk with him 而且与他同心 That's why the Bible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 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Two times in the Bible Abraham is addressed as the friend of God 有两次圣经提到 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The first time was in Isaiah chapter 41 Verses 8 to 10 第一个部分 是在以赛亚书 41章8到10 And the meaning of Abraham My friend The meaning of it is the one who loved me 这个亚伯拉罕的名字 就是那个爱我的 How is it that Abraham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God 神是 亚伯拉罕是怎么样 拿到神的注目的 Because Abraham was someone that loved God 因为亚伯拉罕 是一个爱神的人 He knew God 他认识神 He honored Him 他尊容神 He trusted Him 他信靠神 He followed Him 他跟随神 That's why he's called a man of God 所以他称为神的朋友 The second time 第二次提到 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的时候 在雅各书2章23节 这就因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I pray that all of us here will be a friend of God I pray that all of us here 我祷告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神的朋友 In the sense that we love Him 就是说我们爱祂 And that we are honoring Him By making choices That will bring us into His purposes 我们就是要选择 在做选择的时候 是尊容祂的 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想过 他踏出的第一步呢 会使他更靠近 那个应许之地 He never thought the first altar he built is going to lead to a second altar and a third and that he's going to keep growing in knowing His God 他没有想到 他建的第一个祭坛 会继续建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and this is how God blesses us in our lives and in our church 这就是神 怎样在我们生命里面 祝福我们 还有我们的教会 We are not paralyzed 我们不是残缺的 but we want to make choices of faith 但是我们要做信心的决定 We want to encourage one another to take steps of faith 我要鼓励大家 用那信心来踏出去 Let me end also with the second important principle and that small decisions also lead us to great distractions 还有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微小的决定 带来大破坏 This is a warning to us 这是一个警告 because we are responsible to make decisions 因为我们有这个责任 做决定 that can bring us into a deeper relationship of God or away from Him 可以带我们更亲近神呢 或是远离神 As leaders We are responsible to make decisions that can bring the church into God's purpose or away from God's purpose 身为领袖 我们可以带人们 进入到神的目的 或是远离神的目的 我们看看罗德的生命 Genesis chapter 13 verses 11 to 13 Abraham lived in the land of Canaan which we just read and Lot He lived among the cities of the plain and pitched his tents near Sodom Now the people of Sodom were wicked and sinning and were sinning greatly against the Lord 那亚伯拉就住在迦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陈义 渐渐挪移那个帐棚 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 罪大二极 有些人你很熟悉这个故事 罗德就住在这个邪恶的地方 最后就搬进这个城市里面 他们被周遭的事情影响了 结果他们就进入最大恶极 神也审判了这两个地方 虽然神拯救了罗德 还有他的家人 但是他的妻子呢 因为往回看呢 他就变成了一根炎柱 其实他们出来的时候 罗德的两个女儿呢 也犯罪了 所以你看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呢 让我们进入神的应许 神的祝福 或是远离他 2 Peter chapter 2 verses 7 to 8 says 彼得后书2章 1下半节到8节 那常为恶人引行 忧伤的义人罗德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 这个就是说 形容了当我们为着那短暂的快乐而活的时候 当世界的东西信我们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好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就妥协了 当我们背弃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心就会有伤痛 因为我们越来越远离神的同在 这就是因为我们选择走自己的路 没有走神的路 所以今天早上神呼召我们 所以每一个决定我们所做的 当我们交托给他的时候 他就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走向他的目标 现在或许我们在挣扎 不能够降服 但是你要知道 神的恩典依然在这里 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应许 我要邀请我们的敬拜团上台前来 神知道你的未来 神在带领着我们 所以我们心中可以有平安还有信心 今天可能你在十字路口 可能有重大的决定你要做 关于关系 工作 还有投资的 我祷告你会聆听神的声音 透过圣灵跟我们说话 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聆听神的话语 如果你就在我们当中 这个话语跟你说话 你就领受信心 来让神的信心帮助你 你就可以像亚伯拉罕这样 有这个信心踏出那一步 还有第二组人 或许你所做的决定 迟到你远离了神 就是那小的决定 今天我很累了 我不要来教会 我工作的地方工作太多了 我不要去祷告会 我要买房子了 我没有办法供应给我 那个意象 我太害羞了 我不敢去街头不到 就是这些小小的决定 不是那大决定 可以使我们走向 远离神 我们必须做一个决定 没有借口 完全地交托 跟神说 是的 在这小事上 你会看到的结果呢 是超乎你所能够想象的 我要请你一同专理起来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拜 我们要预备祷告 就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圣子 现在我抱过 超乎你 是 是